南韓影帝李善俊 他在10月的時候 捲入了這個染毒遺雲 同時又被爆出了婚外情 是重創了他的形象 最終他選擇在27日 親身離世 享年48歲 而他的靈堂設立於首爾大學醫院 出病則是定在今天 也就是台灣時間上午11點 一是採非公開的方式來進行 經濟公司曾發文表示 謝絕所有的媒體參訪 而靈堂畫面也並沒有公開 但是還是有媒體守在醫院外面門口 捕捉到演藝圈眾演員入內吊咽 而生前曾和他合作過電影 鬼夢遊的鄭友美 還有我的大叔女主角IU 兩個人則是刻意繞道進入醫院 沒有媒體拍到兩人 另外根據還沒報導 李善俊的兩個兒子 本來都在海外留學 在收到二號之後 緊急返韓送爸爸最後一程 生前和李善俊交情很好的 鄭宇盛、孔劉、朱志勳、金盛吾、金益盛等人 則是一直待在靈堂裡面 陪著李善俊以及其家人 度過最後一個晚上 李善俊29日台灣時間上午11點出閉 接著會前往水源市的火葬場火化 骨灰預計會放在經濟道廣州市 散心開發公園的墓園 而李善俊的出閉儀式將在今天舉行 而在前一天 許多演藝圈的親朋好友都到場表達了哀悼之意 也漸漸好友最後一面 另外呢 這個原本有機會和他一起演出戲劇 《無路可逃》的台灣演員許光漢也前往致意 李善俊的臨堂設立於首爾大學醫院的殯儀館 南韓媒體今天曝光了28日前往吊咽致意的藝人身影 其中前道彥更是下車之後就暴哭不已 在朋友的攀扶之下才進門 而目前仍在南韓拍攝《無路可逃》的許光漢也到場悼念 在一開始公布的戲劇陣容裡 其實他和李善俊原本是有機會合作的 但對方在今年10月20日捲入吸毒疑雲之後 就因此退出了 李善俊生前曾經遭到首爾江南酒店女市長等人 勒索5000萬的韓員 其中一名勒索李善俊的A系女子 甚至沒有出席法庭的審查 而她在被警方逮捕之後 昨天下午是抱著幼兒 在仁川法院前亮相 不過面對媒體的詢問是一語不發 根據韓聯社報導 A女昨天下午終於抵達仁川地方法院 她從警車下車時穿著厚重的外套 戴上外套服的帽子將全身包緊緊 刻意在鏡頭前面遮掩自己的五官 並且兩手抱著幼兒 而面對現場媒體詢問說 你承認你勒索李善俊的事實嗎 李善俊真的給你5000萬韓元嗎 你為什麼要逃走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李善俊說的嗎 她皆是不發異語一臉沉默 那現在外界批判說 南韓警方在辦案時犯下了兩大的致命錯誤 包括將情報泄露給特定的媒體 而針對指控南韓警察廳長 尹錫根表示不認同 警察廢查特定的情報 警察廢查過程所在意見上 警察廢查之音平的譯彈 警察廢查?. constructiveIV,警察廢查 警察廢查公正的公平 警察廢查公平的公平 警察廢查公平 learnt 警察廢查公平的公平 控格的邦律 Flynn 而现在南韩警方面对社会的批判 在调查这个吸毒案的时候 犯下的两大过错是哪两个呢 那就是包括情报外流给特定的媒体 以及过度采信了酒店女市长的说辞 出演电影《寄生上流》 戏剧《我的大叔的》 南韩知名男演员李善军 今年10月陷入吸毒劈腿风波 心象与民生一系之间跌落谷底的他 27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享年48岁 根据韩联社报道 南韩社会批判 警方在调查李善军吸毒案时 犯下两大过错 才逼得李善军走上绝路 第一错情报外泄 根据韩联社报道 其实李善军生前所陷入的吸毒风波 警方根本还没立案 也还在调查 因此警方必须谨慎 严防相关的情报外泄 但韩媒却能率先取得消息报道 还清楚地写出该大咖姓L 知名度相当于刘雅仁 矛头全指向李善军 一名有办案经验的警官就指出 像李善军这样 明明就还在调查阶段 姓名就被外泄的案例相当少见 而且一旦被外泄 内部情报被揭露 警方内部的调查策略 恐怕也会跟着外流 第二错太过彩性单方面说辞 一名29岁的酒店金系女市长 及一名疑似李善军小三的28岁A女 爆料了整起事件 韩联社引述匿名的消息来源指出 警方过度采信金女的片面说辞 但她其实早就有吸毒的六项前科 而李善军在青山的前一天 还向警方申请 希望调查能从公开传唤改为不公开 并请警方对A女测谎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没想到隔天李善军就选择以死明治 也让社会质疑 南韩警方就是将李善军推向悬崖的凶手之一 那么其实现在南韩媒体 以及网路的舆论都在讨论说 到底是谁害死了这个李善军 因为李善军他生前陷入吸毒风波 遭到酒店女市长的威胁巨款 被认为是促成李善军选择亲身的原因 不过也有报导认为 其实是网路社群上面 不负责任的独家爆料内容 才是促成李善军社会死亡的原因 以电影寄生上流打响国际知名度的 南韩影帝李善军 27号被发现在车内轻身身亡 享年48岁让人不胜唏嘘 外界研判李善军轻身原因 和深沉卷入吸毒风波 与遭到酒店女市长威胁巨款 以及婚外情有关 不过有报导认为 网路社群上不负责任的独家爆料 以及警方的办案方式 是促成李善军社会性死亡的原因 根据海媒报导 专家们一致认为 李善军生前遭警方连续多次 公开传还调查 以及YouTube频道和部分媒体们 发布酒店女市长 指控李善军吸毒和发展婚外情的 相关影片 这些带有刺激性的独家报导 以及那些散播在社区媒体论坛上 未经查证的各种资讯 与网路酸民的恶意留言 导致李善军过去建立的良好形象崩坏 让他心理上所能承担的压力 达到临界点 因而走上不归路